中国最新新闻照片,由于或者无意透露出中国第二艘国产航母的有关信息,引起关注和不同解读。 近年,我国强调建立海上强国的目标,并已获得卓越成绩。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官方公布的电脑模拟照片显示,以此编号003的中国第二艘国产航母,将有三个弹射器,占机起飞频率因此增高。 航母仍采用传统蒸气动力推动,排水量约8万吨以上,从这艘航母的效果图看,该舰采用平直甲板设计,而不是辽宁舰和中国首艘航母的华越式甲板。 模拟照片展示,中国三艘航母003、002、辽宁舰,以及大批其他附属舰之边的航行。 但是,也有分析家指出,003航母的细节,必然仍在严格保密,很难想象作为具体设计制造的企业,将003航母的大幅精确彩照张贴在会议室中,并泄露到网络上。 这一会议是墙上的大幅彩照,很可能只是计算机会图作品,甚至有可能只是网上爱好者的作品。 军事专家分析称,中国军方武器装备发展规律式,装备一代,研制一代,预言一代,从时间此时上看,目前开始建造这艘航母完全正常。 对于中国第二艘国产航母的建造动态,也有军事问题专家认为,这些虚实实实信息,这些年在中国相关网络,或者一些媒体上都属于讨论。 但是我觉得,其实这都是未来的趋势,不管是以前传出的平甲版型航母,还是传统蒸汽弹射,或者更先进的电磁弹射。 我认为,中国都在做相关的发展,相关技术也在不断积累。 但是我认为,依据目前所说的情况,以及有线资料,很难判定这些相关信息的真伪。 报道显示,这张照片所配发的新闻,并非是有关航母的建造,而是中国传播重工集团董事长和重电工程总指挥胡文明, 近日在公司内部会议的报道,照片显示该公司的一个高层会议正在进行。 而会议厅大看板上正是这张照片,海洋强国的重要标志,就是要建立越洋海军,蓝水海军,建立蓝水海军,航母当仁不让。 这张图片表明,打造蓝水海军是中国军队坚定不移发展方向。 即使对这张照片中的航母细节,有多少真实程度存有猜测,舆论还是热衷的中国第二艘国产航母进行技术讨论。 其中一个焦点是,蒸汽动力是中国目前最成熟,功率最大的动力系统, 而核动力航母所需要的大功率反应堆,中国目前缺乏经验,还需要一段时间研制发展,选择来一种作为003航母的动力。 重要性非比寻常,中国可能会首先在较小规模的舰艇上,进行核动力系统实验,积累经验后扩大大航母。 我认为核动力的可能性,短时间内落实的机会,还是不那么大,毕竟中国核动力船舰,除了核潜艇以外, 其水面舰还没有看到它有核动力,从大陆科技发展的模式来看,直接在航母上加装核动力。 我认为这种可能比较大胆,不符合过去其发展惯例,按基金计划,替代辽宁航航母的,应该是自行制造第三艘核动力航母。 中国的长远目标是2030年拥有6艘航母,中国建立南水海军将会遇到各种不同挑战,但目前来看这一目标,已经越来越接近实现。